因为小王子记得每个季节任务本身就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故事 我不希望我的配音会破坏掉这段故事的意境 所以我会把精简的任务攻略放在前面 做任务的过程简成剧情放到后面 接完第二个任务后直接去雨林隐藏图 小王子在隐藏图洞窟蝴蝶群的旁边 任务二需要把迷路的小王子带出隐藏图 需要在四个地方触发剧情CG 第一个地方是蝴蝶群正上方的平台 第二个地方是出口对面的最高山山腰的洞窟平台 第三个地方在山顶 最后带小王子到门口就结束了 结完任务后依然是属于玫瑰的独白剧情 然后可以得到一颗新作为奖励 后面是任务二的剧情 这里会听他讲他的遭遇 小王子 第二个地方是蓮森子 他们的迷范 一的千金 大海 一展可能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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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 2 3 4 4 7 9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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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我怕你可以解释一下 但是我怕你疼的 但是我怕你 了解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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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